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另外就是 虽然它弹 如果过不了前日 即上星期五的高位的话 依然是有较大的机会是回落调整的 不要因为昨晚美股升一升 那你就觉得 咦 又再升 又在高位追入 那我们看股线 不是看一天半天的 因为港股是有可能跑输给美股的 就是跟着那些短期的日子 可能一个星期 两个星期 然后就看成交昨天跌下来 成交就缩了 你可以说下跌动力不大 就是淡油大户未大举出击 但也可以说在高位的上升动力明显减弱了 OBV 亦都跟随指数回落 互助分析指标DMI 依然是利好的 30只科技指数成份股 落得资金正主动卖出 是连续三个加日落得资金正主动买入之后 第一个加日落得资金正主动卖出 就是3.6000万 佔成交 总成交加价很少 0.94% 没什么启示性 三类大户就是超级大户 订货很明显的 15比85主动买股比率 是极度配合下跌动力 整体的主动买股比率 49比51 都是股价的日市进取程度 进取程度是显眼一点点 你看看这些红色超级大户 一开始一路订 订到去下午 曾经收敛一点的 但收市前都是没什么力量 掃上来的 另外那些反而看到特大户 特大户、绿色和普通大户、蓝色 都掃上货货 卖空金额比率是16.21% 是比上个交易是回跌的 即是职业炒家 还没有增强部署 上个星期五 最高是见过4.391 那昨天就掉头 跌回来 最低见到4.156 跌势就是很大机会 已经开始了 除非你说这两个交易之内 三爬两部升了 4.391 然后收市 否则回来的机会大 况且保力加通道顶部阻力 是守不住的 即是收市位计 跌回来的 这个通道阻力 留意如果一掉头跌 就要小心 就要小心 那是短期 回回来的 最明显的支持位 最重要的支持位 是这个低位 3.991 即是相等于 我们在说之前的前跌浪底 一浪高一浪 即是前跌浪底 更加重要的支持位 我们应该看这个高位 是3.885 就是11月18日 就是前升浪的顶 看着这两个位 如果这个位都失手 那就要看由这个低位 3.314 升上来的 0.5倍 0.618倍量度 跌幅目标 先看这些指标 RSI转淡了 STC 想转淡 未淡 %K 还要遣守在%D上 未发出高通讯号 MACD 还是好 另外 看的 RSI 背持的 你看看这个低位 这个高位 比这个低 指数当然不是 好 那我们先看一些上升轨 拉一条上升轨 由这里拉到这里 哎 拉不到的 什么事 由这里 这条上升轨 是 有一条很陡斜的 失手了 看看今天能否回到这条线上